馬祖慈悲 大家好 很快我們來秉升年即將共戲 新的一年 106年就要來臨了 非常高興各位同修一直來參與 一等馬祖同修會的活動 藉這個機會 我們來回顧 這一年當中 我們做了些什麼事情 替馬祖做了什麼事情 為自己累積了什麼樣的功德 非常感謝各位同修的參與 因為大家的支持 我們今年105年 才有這麼豐富的活動來完成 第一件事情 我們在105年2016年的一夜 我們一開始辦了一個導覽導師 第一期的實驗班 在北港 我們藉由北港朝天宮的一個場地 來舉行跟北港馬祖的祝公團的團員 一起來辦理這一次的達覽老師的一個信念 這個信念當中 邀請到紀老師紀亞伯老師 親自來跟我們講解 導覽 還有我們師父 菲茂馬祖的力臨給我們加油 非常感謝這兩位講者的支持 還有李明雙總幹事 祝行長 祝公團祝行長 來上課 在曹天宮文化大樓上課 我們在那邊打錢 練跳舞 祈禱祈求 秉聲人國泰民安 去順利 那四月呢 農曆三月十九 我們要辦理馬祖的回去整個禁鄉活動 禁鄉活動跟王仁一樣 我們這次也即開四十週 就是大概我們有四百個人的同修 一起來參與這樣的一個大型的一個活動 一路上呢 拜了六個廟 到草林宮六個廟 順順利利 回去又拜了聖德宮跟武德宮 那每一人這是一個大事 因為今年特別的一個奇蹟 特別的大事 就是說 當我們回去禁鄉回來 發現我們的馬祖呢 掉眼淚了 他掉眼淚了 那古就詢問他 馬祖為什麼掉眼淚 他說台灣在今年 秉聲年 火今年不一定 要打仗了 然後呢 要大災難 大地震了 因為在年初的時候 台南就有大地震 那馬祖很傷心 就是掉了眼淚了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相片 他掉眼淚了 他希望我趕快回去北港 那希望呢 北港馬祖呢 看到怎麼辦 來解決這個災難 那我回到北港去 師父也給我指導了 還有有互動 北港馬祖說 你回去問那個 一德馬祖 他已經知道答案了 那我回到一德馬祖在問的時候 原來我們的馬祖已經到了洪聖宮 就下了一張文章 師父人給我 那師父人講的就是 叫我一定要趕快請一德馬祖到前省一周 那所以說 我們在開始要拔氣的時間 那氣能安全嘛 然後馬祖馬上呢 一段時間 同時兩個騎筊 就拔了 所以我們相信馬祖的神話 叫我趕快一德同修會呢 就要趕快去落境 所以我們去繞了台灣 繞了台灣 繞了台灣一周 那經過各個廟裡 陳盟各個廟裡的幫忙 一路順暢 那經過了四花公路 順順順順順的 那四花公路我們經過的時候 前一天它轟路 三奔轟路 那走完 它也馬上就轟路了 那我們走完以後 台灣東北角有一個大地震 九二一來 絕大地震 還好深度一百九十幾公里 所以沒有造成台灣傷害 台北只有兩極 所以沒有傷害 所以我們平安的度過 所以2016年 我們就是平平安安的 真的 我們繞進五月到繞進過後 就沒有什麼大地震了 就可以平平安安的 感恩馬祖的慈悲 那回來 馬祖的眼淚也慢慢的淡化掉了 因為馬祖有時候 如果災難過氣了 我的眼淚就出動為什麼 掉下來 那現在我們用肉眼看馬祖 已經沒有掉眼淚了 不像我們五月他進香回來的時候 四月進香回來 馬祖看出它有兩顆眼淚 那麼明顯 那我們就進香回來 一顆眼淚已經不見了 那現在我們已經看不出它的眼淚來了 那六月十二我們開始籌劃了 農曆的六月二十年 我們在十七年周年慶 我們開始籌劃 這次在台中來舉行 而我們席開十幾週 先事先達 未來我們要做什麼 一年我們做什麼 未來做什麼 我們邀請曹天公的董事長來立臨 那曹天公 四媽會 張金團 各個的其他團體 祝公團 曹商會都有來立臨 那同時 在十七週年 我們出了一個刊物 十七週年刊槍物 我們印了一千多本來先導 來說我們一等馬祖在做什麼 在農曆十月的時候 國慶錄當天 我們北港馬祖呢 舉辦了一個圓滿石禍的活動 而我們的同學就來戰志 那師馬會 曹天公的師馬會 希望我們要戰志的義工 那我們也知道 我們的義工都穿著曹天公的一個祝福 然後也幫忙儀仗隊就開始做 那在國慶十月份呢 馬祖的祝誓說 我們每個月要去倉皇 祈安 去參香來拜馬祖 祈求各地的馬祖保佑台灣國泰民安 一切平平安安的 順順利利的 所以我們第一站 在十月份呢 就去了三重的洪勝宮 然後第二站呢 十一月份呢 我們就到台北的曹天公 那十二月份呢 我們就去了板橋的儲惠宮 所以我們十月去 十一 十二月 去了三個宮 說到他各宮的負責人 親自的招待 親自的招待 非常感恩 很多的同修都進來 那在十月份的時候 馬祖就說了 希望同修趕快來登陸 登記 各會發授一個祀福 祈安祀福的一個祀卑症 那帶這個祀卑症呢 自己可以平平安安的 等於是馬祖派了將軍給你 那一朵馬祖會保佑你 所以我們的活動呢 都要開始帶這個祀卑症 所以我們在祀安活動 我們都帶了一個馬祖的相片 就是我就是馬祖 馬祖就是我 我要到處去馬祖廟去學習 還是拜拜 祈求國泰民安 風調什麼樣 以勝 在這一年來 我們做了很多的分享 尤其開始馬祖的道法 面向寫的一些文章 陸陸續續在FB開始發布 那我們的網站都有網路的文章 文章的一個分享 另外 今年是比較特別的 從實驗文開始 所謂的農曆的一個八葉開始 那有一位鄭森文先生 在做夢的時候有夢到 東農宮的王爺 東農宮的王爺 告訴北港馬祖 請馬祖出來統一這個籤詩 重新再出一本籤詩來補充籤詩 因為現代人問題比較複雜 要有新的籤詩解 那他五年前就重新寶貝做了一個新的籤詩 那馬祖主持他 北港朝天宮的馬祖主持他 要把這個籤詩交給詩顧問 就是北人我 拜帝恩母一德馬祖的詩顧問 由馬祖詩顧問來出寫籤詩解 那我看了以後 他的詩很難去解 那我發現可能我有這個能力 所以我就介紹這個任務 在北港朝天宮拜一拜 寶貝是不是要做這件事情 它是 所以我從農曆的八月 陸陸續續 一個籤詩 一個籤詩 寫籤詩解 發表在我們的晚戰上面 所以在未來的一年 詩顧問的任務 就是每天在寫籤詩解 那希望在明年 可以把60個籤詩給寫完 那這個剛好是我們同休 每個禮拜二我就會發佈一個籤詩 大家共同來研討 共同來研究 有什麼問題可以提出來 那在網路上都已經陸陸陸續續地發佈 那在FB上面 我們也發佈了所謂的智慧禪 那智慧禪在對我們的生活中的一個修煉 學習 老庄的思想 魯素道的思想 在生活中的應用 做一個心得分享 那各位都會找一些文章 非常好 那合乎我們馬祖的精神 馬祖的智慧 一起來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希望各位看到智慧禪能提升自己的一個智慧 我們智慧禪就慢慢的品嘗 品嘗這一個先年的智慧 老庄思想 魯素道的一種思想哲寫 我們陸續一樣每個禮拜二在板橋這邊的智慧 禮拜三我們在淡水 我們也希望繼續的發展 像明年 是不是我們新莊 山書 該成立的祭典 只要同修有企業家 有老闆 而且同修要提供一個場地 每個禮拜提供一個三個小時的場地 那我們就會派我們的同修 拜託我們的同修 委託我們的同修 去那邊指詞 來分享馬祖聖道的一個指示 所以我們陸續在Youtube上面一直在發布 那我們的都是一個禮拜五片 每天工作天我們就會發布一個影片 所以我們持續的努力 謝謝鼎氏 謝謝乙童的協助 還有我們一星老師的協助 我們一個一個影片都是如期的完成 那接下來還有更多的同修 期望你們來幫忙 更多的馬祖聖道的善知識 都分享在Youtube FB上面 所以我們從馬祖聖道 養生道工 張教練夫妻的養生道工 建鄉的文化 善念路禪 廟宇導覽 馬祖聖土的宿儀路 我們已經發表了一百多部 今年增加了一個卓業什麼樣 贏家的智慧 從農曆十月開始 我們有卓業贏家的智慧開始發表 就是入宿的 所以我們入宿道其實都有 那廟宇導覽呢 我們把曹天宮的廟宇導覽整個都做完整了 那開始是有顧問來分享 那接下來是有專業的 我們的平一心老師來分享 那每一段都是一分鐘到兩分鐘 所以各位去參觀曹天宮的時候 可以拿著手機 打開我們的網路 你看到哪一個字子 哪一個畫像 你這個找 按一下它就會講一到兩分鐘 做一個解鎖 所以沒有一段是藍老師 你只要手機帶著 你就到那裡可以按一下 就可以知道它講什麼 這個龍條啊 這個壁畫啦 這個萬字不斷層啊 上面的數不值啊 用教育 你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們這個廟宇導覽 把北崗曹天宮的導覽 完全在廟裡面 我們幾乎都做完了 都上線了 都是有專業的人呢 季老師的指導啊 師老師的指導 然後我們把它整理好了 那我們張遠明 張教練呢 跟他太太呢 我們的師姐呢 歐陽師姐呢 所以我們用心的發展了兩個功法 也是跟顧問討論過後 養生的十二世 還有清靜 建宏 道工禪 的練法 兩個功法 一定都拍好了 一定都拍好了 而且在網路上各位可以看得到 可以看得到 那這個兩個功法都經過媽祖的拔筊 叫我們推廣 養生道工十二世 就要令我們的脊椎 令到身體 讓我們的抵抗力很強 那道工禪呢 所謂的清靜見火就是 翁媽咪巴咪咻 誘助大民眾的一個洗練 靜靜的打十二分鐘 這裡涵蓋著武功 涵蓋著氣功 涵蓋著道工 涵蓋著長功 跟馬祖的心連結在一起 非常的好 它是非常非常有內在的武功的基礎在內 所以我們當教練呢 在網路上面 對每一招每一招都講解得非常的細膩 非常的詳細 希望同學呢 好好練這兩個功法 一個四十分鐘 一個十二分鐘 我們每天常練 我們身體很好 我們也是在做功課 跟馬祖在一起 跟馬祖在一起 好 我們YouTube現在來講 已經兩百四十萬人次看了 每天平均 大概都是四千到八千的人次 四千到八千人次 有時候八千人 有時候四千 所以每天晚上YouTube是這樣子 在FB我們已經到了一萬九的 這差幾個四十五到過年呢 大概就會破兩萬了 農曆過年過一天過一禮拜 就是破兩萬了 所以YouTube再加上FB 我們感受幾乎每天快要上萬 接近一萬個人次 在看我們的課程 看我們馬祖聖道的一個課程 這是我們今年的努力 的一個成果 對馬祖先教的一個成果 當然最重要的 我們從兩年前呢 開始走台灣三百一十九個鄉鎮 這是我們今年一樣 每個月每個月 我們到那麼多的鄉鎮去走 已經走著八十幾個鄉鎮 去發放的物資 去祭品 我們跟北港的潮汕團合作 一起去發放 所有的志工藝工都是我們來擔練 我們來擔練 所以非常感謝大家的一個參與 讓這個活動呢 需要動員那麼多的人 那麼多的一個租金 去大家的出錢什麼樣 出力 當然我們YDM呢 一個馬祖聖道會是不問款的 不接受這個監製 都監製在奔北港朝商會 他是社統法人 那很感恩大社統法人 奔北港朝商會對我們的幫忙 合作我們才能順利的走 在明年呢 我們要走到台東花蓮 要走嘉義走台南 希望大家繼續的什麼樣的支持 來擔練義工來謀起這個福利 我想啦啦啦啦啦講那麼多 可見我們契人呢 整個同修會 有你的參與 我們相當的精彩 那我們這些工作都是我們的會長 一等馬祖同修會的會長 一等馬祖所組定的 每一個活動都要經過他的同意 也有他的幫忙 一切什麼順順利利的 所以我們新的藝人 我們呢 在廟宇導覽上面慢慢有一個完成 然後新的工作 簽詩節 寫這本簽詩 希望將來 所有的同修都可以為所有信徒服務 只要他有抽籤 真的瓦砂杯抽籤 我們就可以代替馬祖 當他的顧問 詳細的解答 解答他所的疑惑 跟他一個組點 我們叫明觀瞬即 這是馬祖 拜馬祖最重要的 就是組點他的名錄 而這個工作呢 陸陸續續續還齊續 當然我們的教義 如果突然裡 智慧了贏家的一個教義 會在明年是個重點 還有道法 馬祖的道法 面向我們開始分享 新的藝人 我們要分享姓名寫 開始傳播姓名寫 教導要利用中國的文字 如何來改命改義 陸陸續續呢 我們的活動會繼續出席 還有新的活動會再進來 我們等待馬祖的主派 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年的整個回顧 感謝大家的一個參加 參與跟支持 那師傅呢 僅代表義德馬祖同修會的社會同修 感謝各位同修 那我們也給自己一個掌聲 我們真的很用心來遵從 遵從馬祖的指示 一步一步一步的走 一步一步的走 那希望呢 社會大眾呢 更念輕我們 我們也希望大眾呢 藉由我們來更親近馬祖 更練世馬祖 更學習懂得學習馬祖 然後來一起成為什麼 馬祖 以上呢 是師傅的一個報告 報告 在新人呢 農曆新人的來臨前 然後跟各位分享 然後我希望明年的活動 還是需要大家的主持 跟幾參與 那由衷地感受一聲 謝謝你 謝謝大家 感恩馬祖儲備 感恩大家